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天国继承人 请大家聆听诸仙节读经二 攻读圣保路宗图之阿佛所人书 三章二至三节五至六节 弟兄们 你们一定知道 为了你们的好处 天主的恩宠 所托付给我的职务 祂启示我 使我知道祂的奥秘 以往天主没有把这奥秘 向任何人显示过 现在祂借着圣神 向祂的圣宗徒和先知启示了 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的 借着福音外邦人在耶稣基督内 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 同为一体 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篇道理 这篇读经 让我们看到 救恩的普遍性 对于犹太人来说 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 但是保禄总统 作为外邦总统 他很清楚地 对俄佛索的教会说 不管是外邦人 还是犹太人 都是天主恩宠的继承人 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 其他民族都是外邦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 天主的救恩并不是只给犹太人的 不过天主先减损了 亚巴兰成为一个民族 然后让救主诞生在这个民族中 通过这个民族 把他的救恩扩展到全球 这也是天主救恩计划的 一步步的一个措施 我们知道耶稣在升天之前 清楚地告诉宗族 你们往普世界去 向一切受造物 参加福音 这里就没有了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种差别 也没有了 也没有这个地域的差别 不是说这个福音只能在耶路撒冷 就不能去其他的国家 我们看到福音 是从亚洲的西部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中东地区 地中海的东二 在耶路撒冷这块土地上 四散的分开 尤其我们知道当时 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 地域非常广宝的国家 这个不能说是横化了 因为它包括了亚 非欧三个大洲 地中海 那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内湖 正因为它是一个国家 这样也就便于宗族们四处去 散将 他们去埃及也好 去利比亚也好 去罗马也好 去西班牙也好 在那个时候都属于罗马 不用护照 不像今天 我们去不同的国家 要签证 需要护照 挺麻烦的 但那个时候 都属于罗马帝国的管辖 这样为福音的传播 就带来了一个便利 所以天主选择的时间 是最合适的 这已经超过人的想象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保禄宗族也特别强调 这也是一个奥秘 天主把这奥秘 启示给他 那就是 接着福音 是外邦人 在耶稣基督内 和犹太人一起成为继承人 都可以分享天国的产业 这也就是说明了 天主愿意让所有的人 都认识他 而得到救败 今天我们庆祝主贤节 就是耶稣基督 把他的天主性 彰显给普世万民 其实 耶稣基督的主贤节 不单单是庆祝 这几个贤士来朝拜耶稣 也庆祝 耶稣在约旦河的受洗 因为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耶稣基督把自己启示给 或者显示给犹太人 显示了自己的天主性 那么今天 耶稣基督又把自己的天主性 显示给从东方来的这些 显示 他们代表了外邦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 救恩的普遍性 是非常明显的 那今天对于我们 所有的基督信徒来说 我们不要说 我们是天主教的 我们都能得救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 去把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叫进来 告诉他们 信耶稣才能得救 因为天主愿意 所有的人都获得救恩 我们在昨天的读经当中 我们看到 洛汉把耶稣介绍给自己的门徒 自己的门徒其中一个是 安德雷 安德雷认识了耶稣之后呢 他又把自己的弟弟 西满伯多禄 介绍给耶稣 让他认识耶稣 耶稣召叫了菲利伯 菲利伯就把自己的朋友 纳塔奈尔 介绍给耶稣 领他去见耶稣 因此这个福音的传播 天主也同样 需要人来做 我们都是他的工具 我们看到今天 天主召叫了保禄 保禄说得很清楚 天主恩宠 所托付给我的职务 这个职务呢 当然就是宗徒的职务 去传扬福音 我们每个人 都因着洗礼 也领受了这份职务 具有父传的责任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 耶稣基督 既然彰显了他的天主性 那么我们就要 知道他是天主 我们也要把众人 领到耶稣跟前 使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 也能因着耶稣基督 而得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